诗篇110篇第4节 是我喜了誓 绝不后悔 说你是照着物鸡洗得的等刺 永远为祭司 没错昨天我说到 我们身为配角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 會選上配角的尚好福分 因為主角就是祭司 但我們如何選成配角呢? 萬物的主宰萬皇之王再次回來了 我們自我皇國的每一樣的神都會拿開 因為我們知道在第五節說 再你右邊的主當得法露 只必打傷裂王 即任何自我皇國 任何這些將自己高舉過於神的全部都會擊打 所以我們就要考慮 在神結束人類歷史 結束祂整個救恩計劃的時候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自處 就是我們今時今日藉著這篇詩篇 應該好好反省的一個機會 我講到第一個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我們的自處 順是憑著我們的肉體去做決定 去感受 享受 但是第二種的選擇 是比較好一點的 就是有人是憑著理想和理由去過生活的 換句話說 為什麼我會說理想和理由呢? 這一點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憑著理想和理由的人 其實會幫助這些人去找到一個比較好的人生意義 甚至這些人會為他的理想去吃苦 他覺得他能夠達到他的理想去能夠滿足 所以你看到這些人 只要找到一個好的理想的話 這些人是越接近永恆的 並且他們能夠藉著這些理想這些理由 讓他們能夠苦中作落 逆境當中成長 你會看到這些已經是更加優質的人 他真的有作過這些決定 而事實上你會看到 這些人甚至面對自己疲乏的時候 強調理想和理由的人 他就不會像強調感受的人 他們會氣餒 他們打退堂鼓 他們會作出一些智慧的決定 不會的 這些人你會看到他們強調理想和理由 他就算疲倦的時候 就算是情緒化的時候 他們也有辦法去說服自己 去重新自己 他的目標 他的方向 告訴自己 什麼是硬 什麼是錯的 這些人會有某個程度上 戰勝自己的懷疑 恐懼 和一個不見果子的人生 你會看到相對 這種是遠遠比第一種人更加好的 換句話說 第一種人根本沒有選上 沒有選上成為神的 冠冕上的寶石身份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 問題是憑著理想和理由的人 當他們自己為自己安排的理由混亂了的時候 當他們定的理想是破滅的時候 問題就出來了 其實他本身的特質是好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只是單憑理想和理由 過我的一生的話 始終還有自私的成份 所以在這麼多年當中 我都處理好色的個案 好色的人 你會看到他很有理想 很有理由去努力 但是當遇到人事 理想理由就出亂子了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很多時候 我們所謂的理想和理由 都牽涉到自私的成份 包括建立好的自我形象 在人的面前能夠做得很好看看 而事實上說真的 單憑理想理由去度過我們一生 是不夠的 因為很容易被自私 人事 甚至是情慾去打敗這些人 換句話說 如果單憑感受活著的人 即是第一種人 他已經走到一個惡性循環 但是單憑理想理由過一生的人 其實在他的生命當中 都要經過一個很明顯 很嚴峻的考驗 這些考驗就是 他的理想理由 背後的動機 會受到挑戰 他的理想理由 會不會是一個自私的理想理由 又或者他有的理想 有的理由 他會用什麼的力量 去達到這個理想 會不會用自己血氣的力量 沒錯 我們會看到單憑感受 這種第一類我們所說的生活方式 一早已經淘汰出局 但是憑理想理由 去度過我們信仰一生的話 不是等於我們不受考驗的 因為我們都要煉靜我們自己的動機 要煉靜我們自己的自我 而在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理解有第三種的 侍奉和生活方式 和決斷 而這一種是 我見在信仰當中 很少人是嘗試踏進過去 但很少人是長期維持在那個光景 那個狀態下 不是說我們不熟悉這種狀態 第三種的選擇 但是這種狀態要維持得久 其實是不容易的 第三種就是我們變成一個制 一個制物 一個犧牲的制物 所以你看到原來 頭兩者我們都是為自己而活 但是第三 我們願意成為一個制物 就是為神而活 詩篇110篇第四節 又說起了世 決不後悔 說你是照著墨基世得的等事 永遠為祭師 永遠為祭師 尋著增波 從殺身心 願你是我眼眸 不隨靜 你屋 離別 許方 再生 為你發光 向著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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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間韻不退後 你會望 此時失去 我卻是封闊 奔跑這天我 路 深四方 抵回 Nein 回諷 不會 成員 心里兴奋也渴望 愿真我岁月 付出作证 愿你引导似我